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一对难逃其咎的家长 所以当胡扯当两个儿子出现在我的妈妈是超人节目里的时候 电视机前的大人们不禁眼前一亮 颜值固然是加分项 但是可爱的外表下纯善的品性 柔软的心底 有担当的小男子和气概 使观众们深深蛰伏 而看到他们的妈妈 可与兄弟俩的相处 便可以发觉 有这样的妈妈这样的育儿方式 两个孩子如此招人 喜欢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惊叹的事 一时间 胡可最光彩多目的身份 不再是演员 主持人 或者杀意的妻子 而是安吉和小鱼儿的妈妈 正被网友们戏称为国民婆婆 在这样通达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 哪个女孩的妈妈 不愿意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托付给他们 对此 胡可笑着说起自己对婆婆这一身份的规划 我会尊重儿子的选择 毕竟是要和他过一辈子的人物 我也会对我的儿媳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只有我对他好 他才会对我的儿子好 这个逻辑一定要搞清楚 连用三个非常 可见胡可婆婆这份赤诚之心 而他对家庭关系的洞察和领悟 流露出的柔韧的智慧 也让人钦佩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 妈妈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被问机遇而经验时 既有实践基础又有 理论提炼的胡可给出了六次宝典 自由 体验 平等 儿子是第一次做别人的儿子 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别人的妈妈 新手上路 比他人关照 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善于观察思考 以此 胡可带着安吉去逛游乐园 小朋友们见到米奇都欢快地围了上去 争相合影 没有安吉搂着妈妈的脖子 说自己很害怕 不可不解 用各种努力说服安吉与米奇也拍了合影 事后 他静下来一个人思索 发觉自己错了 他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心得 为什么别人喜欢你就一定要喜欢 为什么别人不害怕 你就一定不能害怕 成长中的自由快乐多么重要 我又怎可用我的意志去强迫你 亲爱的宝贝对不起 这样有自省习惯的妈妈 简直是孩子的福音 自由 看起来是个宏大的词 但是在幼小的生命 也有他们自己的意志 尊重这些意志中合理的部分 不以大人 家长的权威 不以为你好 和道德绑架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就是对孩子自由的维护 在被尊重中长大的孩子 自然也有尊重别人的意识 胡特说 只要他界限范围内 我都会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体验 去感知世界 不会替他们做决定 难得的是 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他也是切切实实这样做的 在节目中 安吉小小年纪所表现出的种种独立 让人刮目相看 能够照顾弟弟 适时安抚其他同伴 甚至懂得在人前藏起自己小小的脆弱 其实在他两岁的时候 胡特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的独立性了 让安吉学着自己吃饭 洗手 甚至还要擦底 很多妈妈都怕孩子一体验 就弄了一团糟 给自己添麻烦 索性就自己全部包囊过来 结果家务上的一些麻烦 可能暂时避免了 但让孩子退化为身手张口挡的精神麻烦 却可能殃及他的一生 在有二宝的家庭中 平等问题简直是关乎世界和平的大问题 也是影响两个孩子关系养成 心智发展的敏感问题 虽然在怀有小鱼儿期间 胡特就已经给哥哥安吉 做了漫长细致的工作 但到小鱼儿真的出生 安吉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眼明心系的妈妈就从细节上格外注意 表达对安吉的重视 每次回家 她会特意和两个孩子都打招呼 拥抱也是一事两份的 同时也让安吉参与到照顾弟弟的活动中来 爱在付出中一点一点滋生 随着小鱼儿一天天长大 安吉不仅有了朝夕相伴的好玩伴 对弟弟的天然使命感也油然而生 胡特说 你要让他觉得 弟弟或者妹妹的到来 没有让他受到胡适 反而变得更加受到宠爱了 直到弟弟一岁多 可以跟他一起玩了 他就觉得弟弟很可爱了 的确 妈妈留给孩子的最宝贵财富 不是一堆金银财宝 而是一个血缘至亲 这份手足之情 将是安吉和小鱼儿一辈子的温暖堡垒 真正的超人妈妈 正如胡可所言 不是自己包办一切 而是把这个超能力赋予给孩子们 如果你永远手拎着俩儿子往前走 为他们挡住一切困难与挑战 那最后等你有一天真的百年之后 你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呢 谁在拎着他往前走呢 苦讯说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除为人母的胡可 已经领会了其中的精髓 两个萌麻正在打造 自己的超能力之路上 愈行愈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